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2號 星期一 視頻的結尾 我們會介紹阿波羅網副頻道的最新視頻內容 獲取關鍵信息 做出智慧選擇 我們的新聞 祝您看清真相 規避風險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經濟低迷不振 各地財政入不敷出 教師事業編正在消失 老師們開始丟邊棄港 中國三大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均出現虧損 主要原因是觀光旅遊復蘇慢 國內供應過剩 全球航空運力恢復 加劇市場競爭等等 中國銀行結業潮持續 據官方統計 年初至7月期間 至少有50間中小型銀行解散或遭合併 這一數字已接近去年的77間 中國六大國有銀行 在按揭資產縮水的同時 斷供率卻在持續上升 下面請看 詳細報導 視野編正在消失 中國老師們丟邊棄港 據最新公布的數據 截至2023年 中國全國共有專任教師 1891.78萬人 而每年參與教師資格證考試的人數 則高達上千萬人 歷來的資格證加起來 水裡的肯定起背於岸上的人 或者說等公交的起背於公交乘客 好玩嗎? 關鍵是 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 事業編正在消失 天津市西清區教育局出台新規 打破在邊教師鐵飯碗 8月1日起 公辦中小學全面實施騙用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 片期三年 不合格就下崗 貴瑤也是 說實話 在一個預期很差的時期 大家追捧編制 圖穩定很正常 但這世上除了本事是鐵的 哪有什麼是鐵的 1990年代 幾千萬人本來也捧著國企鐵飯碗 結果一個口令砸三鐵 還不是乖乖下崗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 從2000年至2010年 農村的中小學數量減少了一半 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學和30個教學點消失 而在2022年 全國普通小學數量下降到14.91萬所 比前一年減少了3.35% 在這個過程中 多少教學崗位消失 不知有沒有人統計過 但一個明顯的現象是 今年高招 又有大批高校 無論怎麼下調 招生分數限 最後還是招不滿 教育行業丟邊棄港 早就在發生了 前一段時間 一位985本碩 不但博士的姑娘在找工作 我問她為什麼不考慮教師 她說 現在入職高校只有六七千元工資 明白著過幾年可能會失業 還是不要了吧 這才叫真正讀了書 相比之下 那些現在還在衝刺什麼考邊上岸的 其實只是拿個文憑 根本就沒讀到書 否則也不會如此 位於現實 給免簽外國旅客也不來 中國三大航空連年虧損 公司慘況曝光 據路透社報導 中國三大航空公司包括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南方航空和中國東方航空 今年以來均出現虧損 中國國際航空29號公布 陷入净虧損27.8億元人民幣 去年同期則虧損34.5億元人民幣 而他們最後的勝利已經是2019年疫情之前的事情了 中國國際航空表示 帶動國際客運量增長 旅客數超過了2019年疫情前水平達80% 但其傳統的優勢 北美航線恢復速度較慢 至於中國南方航空 活躍淨值12.3億元人民幣 而去年同期類似則虧損29億元人民幣 中國東方航空30號公布 虧損28億元人民幣 去年同期則虧損62億元人民幣 根據航空分析公司Slerim和中國航空數據巨頭Veriflight的數據顯示 中美之間的航班量下跌至2019年的五分左右 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需求低迷的影響 雖然中國政治出台了許多政策 盼國際旅遊能加速復蘇 但效果仍不如預期 中國入境外國遊客尚未回到2019年水平 根據Slerim數據指出 7月中國出境航班 較2019年同期減少23% 而國內航班數量則增加了15% 中國國際航空指出 由於國際航線尚未恢復 寬體飛機只能在國內飛行 這全面加劇了國內飛機供應過剩的問題 中國銀行倒閉潮 或累積港銀 比較各國存款保證額 中國銀行結業潮持續 據官方統計 年初至7月期間 至少有50間中小型銀行結散或遭合併 這一數字已接近去年的77間 中國債務問題持續 引發外媒的廣泛關注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Robin Harding提到 由於中國的股票 房地產 信用和存款市場低迷 導致債券成為投資者的首選 這表明中國債券市場 正在發出緊急的通縮警告信號 此外 該文還引用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的話 指日本90年代企業在低價環境下限制薪資增長 導致通縮漩渦的形成 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中國金融機構數量近年顯著減少 從2019年高峰期4607間減少至2023年4490間 減少了117間 據此赴訊息統計 6月20日 遼寧農村商業銀行獲批一次過新收合併遼寧新民農村商業銀行等36家農村中小銀行機構 並承接前述36家農村中小銀行機構清產合資後的有效資產 儘管中共官方公布的不良資產比率下降 自2022年河北村鎮銀行集體以來 存戶提款仍見緊張 中國證券報7月12日報導 今年7月以來 來自浙江 山東 山西 河北 遼寧 貴州等地的多家銀行發布公告車 調降部分客戶的非貴面渠道交易限額 證券日報報導 今年以來 中國銀行 華夏銀行 江蘇銀行等銀行 都對非貴面渠道支付交易限額進行了調整 綜合網民反映 包括銀行卡被限額5000元 以及賬戶非貴面支付日累計金額上限為1000元等 北京銀行 信業銀行 光大銀行等深圳分行職員均表示 提款5萬元以上 要提前一日預約 一名現已移居英國的港人陳生 向大紀元表示 他已出售一個深圳的物業 數百萬元人民幣資金 則存在中國銀行深圳分行 目前靠回港探勤時 以螞蟻搬家方式提款運回香港 他認為最終大部分資金只能以買淘寶加私運往美國的方式 以物品取代 香港月區中國化 最新香港恒生銀行業績更反映 受累中國商業房地產借貸其不良貸款比率已升至5.32% 而香港金管局公布香港銀行 體系不良貸款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已升至1.79% 過去5年 中港不良貸款比率 香港受中國商業信貸問題影響 不良貸款比率慢慢上升 中國則因銀行併購而令比率短期受控 2024年數字截至6月底 萬一發生銀行倒閉的事件 各地如何處理存戶 已是重要問題 香港的存款保證制度保障每個客戶可獲得50萬港元 中國則聲稱保證50萬元人民幣 美國保證額為最高 達25萬美元 而港人已居熱點英國 則有8萬英鎊存款保障 斷供率爬升 上市銀行房貸規模半年塑水超3000億 根據上市銀行披露的半年報來看 住房安基依舊延續去年的收縮之勢 42家上市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 合計繳年初減少了3191億元 其中六大國有銀行合計減少3119億元 在安揭資產塑水的同時 斷供率卻在持續上升 第一財經根據Winder數據統計發現 42家上市銀行中 有21家披露了半年度個人住房貸款的不良率 其中19家出現不同程度的提升 按照平均值來衡量 21家銀行房貸平均不良率提升了0.1個百分點 Winder數據顯示 上半年42家上市銀行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超34萬億元 其中六大國有銀行牢牢掌控著安揭江湖 上半年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均超過萬億 合計26萬億元 在42家上市銀行中佔比達到77% 其中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最高的依據是建設銀行為6.31萬億元 其次為工商銀行達到6.17萬億元 在股份行中 僅招商銀行、信業銀行上半年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超過萬億 分別為1.38萬億元、1.07萬億元 從增量來看 住房安揭縮量的趨勢已經從2023年蔓延至2024年 最新副頻道的內容是 人命關天、很多進口藥在中國市場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大分裂把全紅蟬送上審判台 普京發動的烏克蘭戰爭 俄軍陣亡人數超6.6萬 請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 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